军医已经不敢再看陛下那张黑了的脸了,有没有什么办法,除了喝药,这药还是得喝,要不陛下以口度药吧,这样或许会耗一点,听完这个建议蓝湛脸更黑了,想想要不就不管它了,就让它稍着算了,看着陛下这么为难军医建议找别人来帮忙。 可是刚说出口,就被陛下无情的一声滚给碾了出去,军医出去后叹了一口气,无奈地摇摇头,他这个军医是越来越难做了,江城本想来找陛下看有没有兴趣参加他们准备的篝火晚会,毕竟以后怕是再难来这里一趟,想着走之前好好热闹一下,看军医在那里哀声叹气的,以为陛下的耳朵很严重,怎么了张太医? 陛下的耳朵很严重吗?不是,是陛下营帐里的那个小公子,江城想起那个纯红齿白的小公子,他怎么样了?发烧了,喝不进去药,陛下在生气呢?那怎么办啊?这么好看的小公子可别给烧坏了,放心吧? 陛下应该有办法,什么办法?江城好奇地想去看,张太医正想阻止,江城已经大步走过去掀开了帘子,待了两秒边放下帘子,红着耳朵跑了,回到晚会上都还是猛的,刚才的画面真是太有冲击感了,陛下居然趁人家发烧昏睡的时候亲人家,真是太,太过分了,江将军,你怎么了? 没,没事,喝酒喝酒,第二天,魏英迷迷糊糊地醒来,缓了好一会,揉了揉有些晕的太阳穴,看着熟悉的地方,才接受他又一次被抓回来的事实,气得头顶冒烟,这时蓝站进来了,看着醒来的人又想起昨晚的折腾,特别是那浑身被喂婴吐的药汁,到现在他都好像还能闻到那股苦涩味,你昨晚是不是故意装睡折磨? 我的,魏英一脸看神经病的表情瞪了,蓝站一眼就不理人了,我跟你说话呢,依旧是一片寂静,魏英已经翻身背对着他了,一副我不想理你的样子,好,你最好一辈子都别跟我说话,丢下这句话又气冲冲地出去了,魏英翻过来看了看门口,鄙视了一眼,讨厌鬼,才不想理你,魏英看着两只脚被绑得像个粽子,难看死了,三两下就把神经病的, 把纱布拆掉了,只是靠近肉的那里有点疼,小心翼翼地才弄完,看着脚伤的伤口,更加讨厌那个人了,把自己当喉耍,还让自己受这种皮肉之苦,还说什么最好一直不要再跟他说话,不说就不说,好像谁稀罕他一样,只是这脚受伤了很不方便,反正跑他是暂时不敢再跑了, 那个什么皇帝的太阴险,何况他还有那么多手下,先等等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时机再说,嘶,伤口好疼啊,要是有滴滴密质的药就好了,保证一碗伤口就好,这中原人的都是什么破药,一点效果都没有。 魏英在里面嘀嘀咕咕的话都被外面的蓝湛听到了,然后叫了张太一进去给他换药,张太一顶着压力进去,他是陛下的御用太一,知道他们陛下是什么性子,脾气冷硬,向来说一不二,登基三年来,整个朝堂之上都不敢对新帝有异议,只有陛下排遣别人,还没有遇到能让陛下这么失去理智,还时常露出吃别又无奈的表情, 里面的小公子怕是第一个,心里对这小娃娃还是有些佩服的,魏英身体摆成大字躺在床上,余光挑到有人进来,他以为是那个讨厌鬼,索性闭着眼睛不理人,小公子,老陈来给你换药了,原来不是他,魏英这才勉强起来,太一看到露在外面的脚,哎呀,公子怎么把纱布给拆了,万一再感染就不好了,哼, 你这什么破药,一点效果都没有,我还是好疼,小公子忍一忍,两天就好了,两天,你保证 陈保证,那好吧,我再信你一次,不过你得绑好看一点,太丑了我还是要拆的 张太一看着这个白嫩嫩的小孩,也不知陛下怎么拐来的,简直娇气极了,还那么暧昧,绑丑了还不行,可怜他一把年纪还得哄小孩,张太一这次是小心翼翼地上摇,然后绑得也比上次美观,魏英盯着两只脚看了看,显得没那么臃肿,满意了才放人离开, 然后又继续在床上躺着,魏英的一日三餐都有人送来,要也定时地换,就是没有再遇到那个人,所以魏英心情还算好,果然两天后脚上的伤都好了, 其实也都是一些小伤口,看着可怕但没那么严重,可对魏英来说已经是很重的伤了,所以这么快就好了以后,他还是挺感谢张太一的,对人也和善了点,其他人可就没那么好受了,原本昨日就该启程回去了,可陛下愣是没有发话,底下的人也搞不懂什么原因,纷纷激励将将军去问问,陛下,将士们都准备好了, 您看可以启程回家了吧,再等等,江城想不通还要等什么,而且陛下这两日都霸占了他的帐篷,害得他只能去和别人挤,魏英终于能下的,整个人欢快不少,躺了两日腰都酸了,正好出去看看外面的太阳,一出去就看到不远处的岚站,本想扭头回去,但转念一想,干嘛要躲着,搞得自己很心虚一样,明明都是对方的错, 然后大摇大摆地去了小溪边,四处看了看,这里还真的是很美,他以前在族里的时候就总想出来看看,但是代价也不小,现在他也看完了,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回去,蓝湛看着小溪边单薄的身影,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想法,他压着时间迟迟不回去,到底是为了什么? 明明他已经取得胜利带着他的战士回去,该领赏的领赏,该见家人的就见家人,可他心里却有一块是空的,不知道该拿这个少年怎么办,放了他,不甘心,不放了他,难道要把人带在身边? 可这样似乎也不对,他该以什么理由把人带走,他至今都想不明白心里的乱码,等回过神来,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走到魏英身边,蓝湛真的很想捶一捶这不听话的腿,魏英看到过来的人,赏了一个白眼就要走,手臂却被抓住,魏英干脆直直看着他, 蓝湛向来抵抗不了这双眼睛,哪怕是瞪着人都有一种魔力,你的脚好了吗?为什么不说话? 手臂上的力道收紧了一点,魏英便开始反抗,用另一只手打蓝湛,别乱动,魏英果真不乱动了,可就是不愿说话,无论蓝湛问什么都不理,说话,再不说话我亲你了,魏英像是听到什么笑话,这人明明讨厌男子还说出这种话, 他才不信蓝湛会愿意再亲他一次,所以肆无忌惮地扬起自己的头,好像在说有本事你亲啊,直到唇上传来温热魏英都还是猛的,怎么回事,为什么还会被亲? 他不是不喜男子吗?而且这不是一个浅长折指的吻,而是抵达深处,极其凶狠的吻,腰身被紧紧地贴着,后脑也被蓝湛控制住,两人之间没了缝隙, 再这样下去,魏英觉得自己可能会受伤,因为蓝湛整个人明显不对劲,是那种想要努力压抑什么却又不可控制的暴怜,是想要把他揉进身体里的可怕占有欲,直到疼痛传来,也不知是谁咬到了谁,魏英把人推开,甩手就是一个巴掌,声音极其响亮。 蓝湛被打得歪过去头,两天的唇上都是血迹,你神经病啊,不是说了永远不要跟你说话吗? 为什么现在又要逼我说?我不想理你为什么你还要来理我?你简直不可理喻,我讨厌你。 魏英哭着跑了,蓝湛想也不想,就追了过去,两人一路地拉拉扯扯,周围的将士们都面面相去,仿佛看到了什么奇观。 他们的陛下居然顶着一个巴掌印追着人跑,说出去这谁信啊? 魏英,别闹了,谁跟你闹?是你说话不算数的,就是你。 行,是我的错,我们先回去再说,我才不要跟你回去,我要去找爹爹,蓝湛怕自己力气大在把人弄伤,手上根本不敢用力。 魏英跑着,跑着就停下了脚步,眼前有好几个球龙,里面都关着人,魏英一眼就看到了木盒,木盒无限,还好你还活着。 魏英跑过去蹲在木盒面前,看着大块头被关在里面,心里很不舒服。 不为别的,木盒对他还是不错的,怎么哭了?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? 嗯,蓝国皇帝欺负我,木盒狠狠敲打关着他的球龙,是他无能掉以轻心才失去了戈兰,才让他的王后受了委屈,可是如今他却不能替王后出头,心里愤恨不平。 好了,你别乱动了,手都受伤了,对不起,都是我无用,你们聊够了吗? 蓝战走过去把魏英拉起来,不让他再靠近木盒一步。 因为那个画面太刺眼,你要怎么处理他,当然是杀了。 不行,你不能杀他,怎么?你心疼他,就因为他是你的夫君。 这关他是不是我的夫君有什么关系?我只是不想让他死。 你快放了他,那你跟我去中原,什么?我才不去,那就没得商量,那大不了我跟他一起死好了。 魏英立马在心里祈祷,希望蓝战千万不要说出那你们就去死这样的话。 他还不想死的,你真的那么喜欢他? 不喜欢,但也不想他死。蓝战似乎是听到了满意的答案。 只要你听话,我保证不杀他。 而且中原很好玩,你可以先去看看,如果不喜欢我再送你回来,真的。 嗯,别相信他,我宁愿死,无限,别跟他去。 魏英真的很不希望木盒死,而且他也想去中原。 因为他的父亲就在那里,他想去找找,想问问父亲为什么不要他和爹爹。 好,我跟你走。 两人达成协议,魏英要蓝战放了木盒,这样他才会跟蓝战走。 蓝战也答应了他。 至于木盒,他有的是方法让他生不如死,谁让他拥有过魏英,谁让他在自己的面前和魏英深情款款。 他不明白这是极度,只知道心里很难受,所以他不会给魏英再有根木和见面的机会。 大队人马早就准备好,只等陛下一声号令他们就可以启程回京。 第二天一大早,魏英就被外面的脚步声吵醒,揉了揉眼睛起来,随便裹了一件衣服就出去了。 外面好多东西都已经不见了,整个草原空旷旷的,看来真的要离开了。 只可惜,走之前不能给爹爹抱一个平安,蓝战看着睡眼迷蒙的人,走过去把他拉进营帐,又看了看他身上穿得乱七八糟的衣服,把早已给他准备好的干净的衣服拿过来替他换上。 整个过程魏英乖得不行,难得的没有和蓝战枪声,让抬手就抬手,蓝战被他的乖顺取悦。 要是你能一直这样乖就好了,得到的是一记白眼,蓝战立刻收回魏英乖顺的想法。 魏英换上了汉服,整个人看起来娇俏可人,蓝战很满意他的这身装扮,围着人转了一圈。 越看越满意,一身白衣衬托得魏英像个出城脱俗的仙童。 这都什么鬼东西,难看死了,真是不懂欣赏。